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月坏 风出并作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血的英雄 燕国人想趁火打个结 派出六十万侵略军想吃掉赵国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燕军刚刚冲到赵国境内的时候 就挨了赵军一顿胖揍 老将连坡在南边 在浩城打败了利富的四十万军队 越胜在北边 在带军把庆情带领的二十万侵略军 也给打败了 这还不算完 士气正高的赵军 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 连追五百多里 直接包围了燕国的首都 也就是今天北京城的西南边 燕王洗在老窝里 刚刚听说自己两支大军被各个击破 全国的家底都败光了 正大惊失色 惶恐不安的时候 就看见连坡率领赵国的少年军 乘胜追击 推进到自己首都的门外 安营扎寨 随时准备对英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眼瞅着打不过 打不过 那就求和呗 面子什么的不是最重要的 命才最重要 这个时候 赵国人其实心里也很清楚的 能打赢那两场仗 不等于这一次就能打赢 自己手下这帮兵 毕竟经验还很欠缺 只是士气旺盛而已 一旦时间拖下去 恐怕对自己也很不利 况且 把仅有的一点主力 放到别的地方去了 离自己的首都太久太远了 恐怕会把西面的狼给招来 所以 赵国人其实心里也想讲和的 但赵国人有条件 我们只和有脑子的人谈 那些脑子进水的 或是吃错药的 统统别来 燕国现在谁还有脑子啊 那首先提到的就是越尖了 当初燕王喜问越尖 打不打赵国的时候 越尖是第一个来反对的 现在不听他的意见 打败仗了 就把越尖给气走了 正确意见不被接受吗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必要 跟你共事了 燕军打败的消息传来以后 越尖就直接跑了 投奔赵国去了 也好吧 他的族人也就是他的亲戚 越尖不是在赵国率兵打仗吗 这一下也算是家人团聚了 越尖跑掉了 燕国还有清醒的人吗 有啊 就是那个哭鼻子的将渠啊 燕王喜出兵之前 他不是拽着人家裤腰带 玩了命的劝他不要出兵吗 被燕王一脚踹倒在地 现在好了 一切都按人家说的发展了 而且敌人指定由他去讲和 算了算了算了 丢脸就丢脸吧 燕王喜只好拉下老脸 把将渠给请出来 请他去赵国人那里讲和 赵国人一看 呦 燕国好像还是挺有诚意的啊 把将渠请来了 况且算算日子自己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 得赶紧撤了 所以两家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又言归于好了 但是这种好只是暂时的 所谓始乱终气 没过多少年 这两家后来又掐起来了 就像一对忍不住用恨和吵架来解决问题的爱的情侣一样 掐得最凶的时候 秦国人从背后出击 黄雀得裂一举灭掉了赵国 这是后话 我们以后为您再慢慢说 打完了一场大战 多少要总结一下 赵国人为什么在号制战能赢呢 所谓自古挨兵多胜仗 长平之败之后 赵国上上下下 蒙受了奇耻大辱 百姓过得困顿疲惫 在这种节骨眼上 又突然被燕国人从背后趁火打劫 落井下石 这肯定会激发赵国上上下下的名分嘛 所以尽管赵国的军民里面 能打仗的基本都死得差不多了 尽管新招入伍的都是十五六岁的娃娃兵 但是在连婆和岳胜两位名将的率领之下 同仇敌忾 一举打败五倍于自己的敌人 这说明了士气和卓越的指挥艺术 常常是战争制胜的关键 几千年以来都是如此 而对于燕国人来说 燕国人这一次 偷鸡不成十把米 打败了 不过燕国人总结的好像并不是很透彻 他还不死心 最不死心的就是这个糊涂蛋燕王洗了 一场仗打下来 两国加起来 参战人数超过七十万 最后以燕国赔礼求和 割掉五座城池而告终 这样的损失让燕王洗很难过 心里超不爽 念念叨叨的就要复仇 说来也有意思 明明是你到别人家里摔锅砸碗的 要复仇的是人家呀 怎么是你自己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燕王洗 他的确是够固执 和偏执的了 燕王洗在战后也学会总结得失 可是总结来总结去 燕王洗最后把失败的原因 归结到了一个人身上 这就是那个可恶的老头连婆 这个老家伙太可恶了 也太能打了吧 回头看看自己的燕国 放眼过去 估计没有哪个将领 敢拍着自己的胸脯说 我敢和连婆一叫告地的 所以 即便燕王洗心中复仇的小火苗 没有熄灭 但 只要连婆在赵国 燕王洗就得压制自己 不过这种压制 没等太久 五年之后 燕王洗的小宇宙 就有机会爆发了 因为 连婆出事了 不过 燕王洗和连婆之间的恩怨 我们先放一放 我们还是继续来看看 燕王洗接下来又做了什么糊涂事 被赵国人修理过之后 燕王洗总结来总结去 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吃败账那个 既然在赵国赚不到便宜 我到别的地方再捞点油水也挺好吧 所谓东墙倒了西墙补呗 就在第二年 燕王击洗奔出个性来了 去招惹齐国去了 公元前 二五零年 燕王洗又派兵占领了齐国的辽城 这个地方还在 就是现在山东的辽城 派出的将领到底叫什么名字 现在已经不可考了 但是看起来也挺能打的 弄得齐国的名将田丹 率步反扑 连续反攻辽城一年有多 愣是攻不下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燕王洗神经又抽搐了 也不知道听了哪个小人的坏话 认定这个燕国的将军肯定要叛国 既然你要叛变我 你的生死就不关我的事了 索性放手了 看着这个燕国的将军被围在辽城 放手不管了 弄得这一位将军在辽城里 外无援军 内无粮草 陷于绝境 想回国吧 担心被杀了 想投降吧 又担心之前得罪齐国人 得罪得太深了 得不到什么好报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 那个齐国的名士 牛人鲁重连来了 向城里设来一封信 准确地抓住了 这个燕国将军的心理 只说他目前的这种窘状 这封信也彻底摧毁了将军后 自杀生亡了 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他引兵退去 把辽城放出来了 这个故事当初为您讲鲁重连的时候 为您提到过了 在这里再给鲁重连补充几句 这伙计啊 确确实实是战国后期的一个骑士 骑就骑于他只献智 不献身 卖意不卖身的那种 啥意思 就是说鲁重连像神仙一样 无所不能又无处不在 就像济宫一样 哪里有难哪有我 很漂亮的及时出手相助 帮了忙以后 起来拍拍屁股走人 从来不接受封赏 形势相当的神秘 当初游学的赵国 意不地勤 制止了魏王的使者 想给秦王封地的这种想法 邯郸解围以后 赵孝成王要论功行赏了 鲁重连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赏的人 但是派人去找的时候才发现 鲁重连早就没人影了 一溜烟跑到齐国去了 现在辽城反攻站 又是靠鲁重连的一封信 成功解围了 齐王剑也想犒赏他 结果发现 年纪虽然很大 但是腿脚十分的利索 迈开双腿 跑到海边去隐居起来了 不被富贵捆住手脚 这就是鲁重连的处事原则了 关于他还有一则小故事 魏王曾经问孔子的后人孔兵 当惊天下 谁最有资格称高人呢 孔兵就实话实说了 找 怕是找不到咯 不过 如果不求第一 只求其次的话 鲁重连算一个 魏王大为不屑 觉得鲁重连 不过就是一个 自我炒作的人而已 了不起 算是社会红人 算不上什么高人的 孔兵就回答了一段 历史上很有名的话 他说 人皆作之 作之不止 乃成君子 作之不变 习于体成 则自然也 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每个人都像 鲁重连一样 朝着美好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后天的习性 就会和先天本体 有机的交融在一起 也就等同于 本性使然了 拿句大白话来说 就是习惯了去做好事 做好事就会成为习惯 孔兵这话 讲得很有水平 所谓文化文化 就是讲究文以画之 不就是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 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 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在群里等着你了 在群里等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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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里等了 在群里等下